每到冬天,很多人在家里炖羊肉,总是炖不好吃 炖出来的羊肉不是三味种,就是特别柴 那是因为你第一步就做错了 剁好的羊排先加点盐和清水 浸泡半个小时,泡出里面的血水和脏东西 这都是三味的来源 然后再冷水下锅 加点高度白酒,烧开后撇去浮沫 切记,一定要用热水清洗 用冷水形成冷热胶体,会让羊肉久炖不烂 我每天都会分享一道简单的家常美食 你就给个关注吧 以后想吃不会做,还能找到我 然后倒入锅中,一定要加入开水 汤鲜味美的关键 就是加入一小袋炖牛羊肉的专用料包 一袋子里面有五小包 它是由十几种香型料搭配而成 每次只要放一小包 扣上盖子炖一个小时 最后只要加盐,胡椒粉,调味 撒上枸杞和香菜就可以了 羊肉这样炖 汤鲜味美,肉质鲜嫩 学会了,赶快做给家人尝尝吧